大家知道了,美国和非洲有一个峰会 在前日13日开始举行,维持三天 即是说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美国尝试拉拢非洲的国家 希望和他们建立关系,又要给多少支援 为什么要拉拢呢? 原来说是八年前奥巴马时代曾经开过美国和非洲的峰会 这是第一届,这次是事隔八年才开第二届 为什么隔那么久呢? 很明显就是在过去八年开完峰会之后 美国觉得非洲为什么要跟你打好关系? 没有需要,非洲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就不是说怎样去紧张和非洲的关系 但是当看到中国过去那几年 在非洲的建设,在非洲的很多国家 帮手起路起桥 令到非洲的人民 非常之是对中国是感谢的 好了,开始美国觉得 不是啊,非洲可能也要拉回好关系 所以就会搞一次第二次的美国和非洲的峰会 我们看看,那个细节是怎么样 首先就是,这个峰会是在华盛顿举行 即是说,美国邀请了 这个49个国家 这个49个国家 非洲的领导人或者联盟的领导人 就去到美国去参加这个峰会 首先第一天就是由这个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就发言 他就说,但是他第一句说话 就已经引起了在场的非洲的领导人是不满了 奥斯丁说了什么呢?奥斯丁就说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每天都在上升 你美国邀请非洲领导人去华盛顿开会 开一个峰会 你不是吧?第一句说话就是说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每天都在上升 这个将会破坏非洲的稳定 美国才是非洲各个国家的首选的合作伙伴 你请这么多领导人 49个领导人去美国 你就说美国想怎么做 你为什么?第一句就是说 中国是做了很多事情,影响力很大 是会破坏非洲稳定呢? 怎么破坏呢? 中国帮那么多非洲国家建了那么多基建 是带来繁荣安定 带来经济活力 怎么会破坏稳定呢? 第一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已经开门见山了 说了今次的会议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给非洲的领导人听 你们不要跟中国合作 跟美国合作 那你要跟非洲国家合作 你就跟非洲国家合作 你要投资你就投资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赶走呢? 所以呢 语会的领导人 非洲领导人 一听到这些挑拨离间的言论 就已经非常之不满了 因为他们这么远 搭飞机去华盛顿 去白宫 不是为了吃你那顿饭 不是在听美国人 在那里训话 也不是要听美国人怎么说中国的坏话 他们是希望听到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情 其实在峰会前的一天是有的 美国已经承诺了未来三年去向非洲提供 550亿美元的支援 将会在经济、卫生和安全方面 为非洲国家提供支持 也会宣布扩大华盛顿的太空伙伴计划 将一些非洲国家 纳入计划里面 昨天我也说了 拜登会在峰会期间宣布 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 作为常任会员 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可以发生 那当然对非洲是一个好事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发生 为什么我们这些非洲国家 来到美国开会 一听你们国防部长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的坏话 而不是说 说美国怎样对非洲是有利的事 那是不是就是说 你一定要将非洲这些国家 在中国的投资 要求他们停止或者撤走 才美国会做投资呢 是不是又好像以前那样呢 那其实呢 这些事情呢 以前是发生过的 好了 我们回顾了 刚才我所说的提到 第一届的美国和非洲的峰会 是八年前奥巴马政府的时候 当时呢 当时呢 奥巴马政府呢 就搞了一个叫做 电力非洲的计划 那结果这个计划呢 到今时今日呢 八年之后呢 只是完成了四分之一 即是吴汤吴水 那你就知道了 电力非洲 说得电力非洲 就是想到想到是什么 可能是 整铺的电网 拉电纜 或者是 起发电厂 诸如此类 那好吧 如果你做了四分之一 做了四分之一 就是没用了 即是发不了电 是吧 就是什么都要做到足 是不是 没有理由做四分之一 那就是说八年前 奥巴马答应的 这个所谓的电力非洲计划呢 基本上呢 就不湯不水 是没有这个 就是 承诺 就是 没有做到他承诺想做的事情 那现在呢 非洲已经是很不满意了 今次呢 那么远走来 听你说的话呢 原来又是第一句呢 就是又是想 阻止中国在非洲发展 那是不是就是说 想将非 譬如中国在非洲的建设 叫起呢 起了的建设 起了的路 是不是叫回走 打烂它呢 起了的机场 是不是打烂它呢 傻的吗 你以为非洲真的傻吗 现在非洲国家 基本上呢 已经看清楚 美国这些伎俩了 他现在呢 就是说呢 就是其实呢 南非日前那个 我也提过了 南非的一个智库就说呢 他不希望见到呢 美国将非洲作为政治棋子 作为大国竞争的博弈的一个筹码 因为美国从来 没有真正将非洲 当成一个呢 就是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的合作伙伴 所以非洲国家 其实过去那百年 已经看清楚 究竟美国的嘴念是怎样 更加呢 就是令到非洲国家气愤 就是上一任的总统 特朗普曾经说过的说话 那么民主党呢 有个议员呢 就爆出了呢 特朗普呢 曾经在个会议上面呢 就是将非洲的国家 称为一个是 睡省国家 睡就是睡便的睡 就是米田共的睡 那这个爆出这件事 就是详细的言论就是 特朗普就说了 我们为什么要给那些来自 睡省 英文就是shit hole 的国家的人 还有美国呢 我们为什么要接收那些 那么多的海地人呢 我们应该将它趕走 我们应该呢 美国应该接收更多 好像挪威那样 国家的移民 哇 这番言论爆出来呢 这个是说的是2018年1月的时候 引起牵延大波 那么这个言论呢 就是由民主党的参议员 德宾泄露出来 那么他透露呢 其实特朗普呢 不单止一次呢 是用睡省这个字呢 是形容非洲的国家 那么当然啦 就是特朗普就马上在社交媒体里 在Twitter里里就说 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冒犯海地的说话 虽然 很明显海地是一个贫穷而租高的国家 那么我就从来没有说过 说要将他们说出去 这个是民主党偏造的而已 我们跟海地人的关系很好 那么似乎呢 以后呢 所有会议都要录音了 因为呢 大家没有了信任了 那么 虽然特朗普是否认啦 但是呢 白宫呢 竟然呢 就没有出来呢 是正面去否认哦 就是似乎呢 空月来风 并非无因 似乎这个民主党爆这个说话出来 可信性都挺高的 因为其实特朗普 他都没有说自己没有说过 shithole这个说话 他只不过呢 他自己的辩称就是说 没有说过冒犯海地的话 不过还要声明啊 还要强调啊 海地真是一个很贫穷和租高的国家啊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过去的 就是奥巴马时代啦 跟着就是特朗普时代啦 原来呢 基本上呢 都是看不起非洲的 那你叫非洲怎样信你啦 是吧 非洲见到我们中国 过去那几年 帮了 帮了非洲 是起了这么多的 比如说 港口啦 医院啦 高速公路啦 机场啦 体育馆啦 坐落在遍布了非洲各个角落 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2021年呢 中非的贸易额是达到2540亿美金 是美国和非洲贸易额的四倍 那就是 我们中国是尊重非洲 我们是真是做实事的国家 我们真是在过去这么多年 起了这么多的基建 我们和非洲的贸易额是 2000多亿美金一年 是美国的四倍 就是美国和非洲的贸易额的四倍 我们真正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 美国是做什么呢 过去八年 答应了的计划 就是奥巴马时代 答应了电力计划 做了四分之一 然后中间还出了一个 说一些 这么侮辱性的话的特朗普 当时非洲很多国家非常愤怒 五十几个国家领导人很愤怒 召见美国的大使 然后要求美国政府道歉 但是结果 也没有什么 正式承认这件事 好了 那我们看看中国 中国外交易发言人 汪文斌就说 支持非洲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一贯就是本住一个 当非洲是一个合作伙伴 其实我们很欢迎 包括美国在来的国际社会 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 希望美国其他国家都关注非洲 但是如果 美国 冤枉中国 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 从而影响政治稳定 这个绝对不是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你不做 我做 你不要 因为你要做 就要我们不做 好了 那就 汪文斌又强调了 其实美方应该以一个开放的心态 看待中非合作 非洲绝对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也都不是那些国家 或者某些人肆意施压的对象 非洲国家和人民是有智慧 有能力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伙伴 谁真正为非洲好 为非洲国家和人民着想 其实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中国绝对是非洲的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中非合作是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光明磊落 成果封石 受到非洲人民真诚欢迎 美方应该尊重非洲人民的意愿 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帮助非洲发展 而不是抹黑 攻击其他国家上面大做文章 好了 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的 就是关于 美国和非洲这个峰会 今天会完的了 但原来都有很多历史的 隔了八年才第二次峰会 原来当中都发生了很多事 就是奥巴马时代 因为特朗普时代 基本上一直都是对非洲是不尊重 但我们中国一直都是尊重 以及帮忙建设 好 接下来讲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呢 又要讲这个傻白天 因为呢 又不是说真的歧视女性 但真的呢 我就骂这个卓卫斯 骂这个冯德来恩 实在骂太多 实在真的很蠢 所以我们两个 好了 今次的傻白天 冯德来恩 这个欧盟 贵为一个欧盟主席 又说错了什么呢 12月13日 就发觉 和乌克兰一起筹划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援助乌克兰国际会议 这个会议就在巴黎召开 好了 那欧盟这个委员会主席 冯德来恩就出席了 好了 他就说了什么呢 他说了 我们呢 欧盟将会向乌克兰援助 3000万只LED灯 抛 就可以令到乌克兰折弱能源 那乌克兰的官方 听到 冯德来恩的说话 当然是官方 你有东西送给我 那我当然是感谢你 先感谢你 好了 你既然说送3000万只LED灯 你送给我 你送给我之后 我会免费 帮国内的企业 或者民众 免费更换这些灯抛 就会做的了 好了 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呢 那乌克兰 即刻在社交媒体 引来广泛的批评 就不单止乌克兰 是很多国家的网民呢 都批评 首先 乌克兰网民说 冯德来恩 你送LED灯给我做什么 你不是以为 乌克兰落后到LED灯都没有 乌克兰基本上全国都在用LED灯 就不是用灯淡 那乌克兰就以为 似乎以为 乌克兰还在用灯淡 即是旧式的灯淡 有灯斯的灯淡 所以他就说 送3000万只LED灯 给乌克兰 那乌克兰就可以换了它 换了它之后 就可以折散 大概是10亿瓦的电力 这个10亿瓦电力 等于相等于一座发电站一年的发电量 那乌克兰的网民就立刻说 其实我一直都在用LED灯 你不要以为我这么落后 你送LED灯给我做什么 我有LED灯的 已经在用中 已经是节约能源 你送给我做什么 现在我不是没有灯 我是没有电 我是缺电 我是缺乏发电厂 或者缺乏电力 因为有些发电厂是开不了的 所以首先 网民就出现这样的对话 我看看 这个首先就是 潘德莱恩 首先就是说 3000万个LED灯给乌克兰 加上 其他的伙伴一起 应该有5000万个 就会省了一个GW 就是等于10亿瓦的电力 那我们就会和乌克兰的民众 这个朋友站在一方 好了 盘德莱恩这个发言 就引来这些评论 好了 这些网民就说 我其实就是在乌克兰 我看不到一个不是LED灯的灯泡 在过去那10年 就是说 其实过去那10年 所有乌克兰人都已经用LED灯泡了 好了 那这个网民就说 我很多谢你的帮忙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 不是LED灯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生产 帮手 给一些电池我们呢 或者给一些power band 我们呢 我们不是需要你们的捐助 但是我们真的呢 其实呢 需要一些是 欧盟 如果你有一些存货的话 可以减价的 就可以给我们乌克兰人去买 我们是需要电池 或者power band 好 接着呢 这个网民就说 我们已经有LED灯很久了 但是呢 我们是没有power generation 不是power delivery 因为这个是 很多俄罗斯的导弹 是摧毁了这些设施 我们现在缺乏这件事情 那你给一个灯弹 我帮我换了什么用呢 我都没有电 没有这个发电的设施 没有这个power delivery 输送电力的设施 因为已经炸烂了 是不是 那所以麻烦你可不可以帮忙呢 去重建 高压的电网 和高压的发电站呢 这个就是另一个网民所说的说话 那有些网民就说 冯德来恩 你究竟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呢 现在呢 你就说送LED灯给我们了 其实你是不是等于 把匙群送给一些饥饿的非洲儿童呢 你送一些匙群给予饥饿的 ISL 他们现在没有饭吃,你送池巾给他,他又没有饭吃,你拿池巾来做什么呢? 好了,这个网民就说,你送LED灯给我做什么?那些灯都没有电,那些电在哪里来呢? 发电的燃料在哪里来呢?我真的很感谢你,很感谢你 如果你真的送这三千万的LED灯泡给湖克兰,我除了感谢你之外,我也是为帮中国感谢你 因为你这些灯泡都应该是跟中国买的,因为多数应该都是中国制造的 可以制造三千万的LED灯泡送给湖克兰,相信都是中国制造的 我这里帮中国的制造商多谢欧盟这一宗生意 就是这样了,好了,看完冯德来恩这次又做了一个吃力不土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欧盟领导人都相当不滞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不滞,还是因为他身边的下属不滞 没有人提醒他,送池巾给非洲的儿童 而非洲的儿童,你拿了池巾得物无所用 因为他们没有饭食,等于你送LED灯给乌克兰是没有用 因为乌克兰是一直都有LED灯的,你换了它的灯蛋也没有用 因为它没有电力供应,这就是事实 大家好,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每天用10分钟告诉大家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分析 而且多数说负面的,少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天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